各位朋友 你們好 今晚我們看看黃劍文的歌曲 這首歌是人間飄浮 他作給他的媽媽 另一首歌是作給他爸爸 也是在圈中 叫孝順仔 這首歌為何值得說 因為他早年逃到台灣 逃到台灣一段時間 年輕人有遊歷經歷 很多時響往自由的朋友 例如黃劍文 其實到一定年紀時 家裡會出事 出事時通常會後悔 後悔自己為何不好好照顧家庭 很多人都有體會或經歷 我也有類似這樣的經歷 早年我都飄分無定 周圍走 全世界周圍走 都少照顧家庭 無論如何 這些就是人生經歷 好 我們現在講一講這首歌 自小玩著手 他站在身後 這些基本上都是在說小孩子的時候 未能自立時通常都是父母照顧 黃劍文用了這兩句代表小孩子 接著成長中那一份情 多摩深厚 代表他一路長大時 在家裡有感情 在細心照料間 會為我擔憂 這兩句表達了無愛或父愛的照料 從未發現在某天必須放手 這句代表年少不耕時 少不耕時的意思 即是年少時不知道世事有多少 通常都會是勇往直前 勇往直前也不太顧後果 這就是年輕人的熱血 很正常 通常到三十多歲 開始定性 開始定性的時候 才開始在家庭上 開始知道原來有很多事情要做 要照顧 所以這幾句代表了 這三句 我現在畫的三句 代表了少不耕時 連少無知 還有當時在年少時 真的不知道人情小故 然後是人間飄浮 這就是他首歌的名字 其實人間飄浮 人間很簡單 不是在人間 因為人間就是有神魔 天 地 人 其實就是這樣的格局 如果你說站在宗教或人生的體會裡面 人間就是剛剛好 就是我們生存的空間 那麼飄浮呢 其實是有幾個意思的 飄浮呢 如果你說很有意境 抽象 那樣東西 就是說 哦 剛好來到這個空間裡面 在生活中 這個是比較抽象一點 比較有思議一點的 另外一些比較深一點的意思 就是飄浮呢 就是飄浮呢 其實就是說 其實就是 安排了你在這個空間裡面見面 那麼大家都是在這個空間裡面生活 跟剛才那樣東西不同的 因為剛才那樣東西很有思義的 就是大家在遊歷著 但是如果是更加現實一點 就是我剛剛所說的那樣東西 就是現在就安排了有個父母 跟著有個兒子 就是黃劍文 這個其實挺有意思的 這個人間飄浮這一句 其實它暗地裡 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 這個純粹我猜一下 未必是代表原作者的意思 就是我聽到的感覺 就是它這幾個字就是代表了 應該就是代表了 它出生在這個地方 就很慶幸有一個這麼好的父母 這樣的意思 這個就是在詩情畫意之外的 另外一個意境 或者是黃劍文寫的時候 應該說他們作這首歌的時候 作詞的時候 或者都是這樣的意思 因為如果不是 不會這麼簡單 人間飄浮 如果不是就是這樣 即是四個字 然後是無可挽留 這就是和應剛才我說的東西 在這個空間裡 其實是隨時間去留世的 有個爸爸 有個這麼好的家人 父母 諸如此類 但是都會隨著時間去留世的 這樣 這個就是無可挽留 即是有些無奈 即是代表了 應該家人是一個叫生老病死的過程 很多人都看過家人生老病死的那種悲哀 黃劍文在這裡形容出來 快慧姦同途窗遊 快慧姦就是說 大家都在身體健壯的時候 大家都在最有魄力的時候 其實大概很多人都是在二十多三十歲的時候 父母都不是太老的時候 這一段時間就是相處得最好 所以快慧姦他就是代表了這段時間 同途窗遊 即是說在那段最美好的時間 他們有些很快樂的經歷 或者去 如果你說照字面的話 去哪裏真的旅行一起嘻哈 然後轉個彎 誰人就要走 即是說時間真的過得這麼快 轉個彎代表了時間 為何會過得這麼快 誰人就要走 即是說 這段這麼開心的時間 在人世間裡面實在太短了 有些碳色的成分在這裡 時間再偷 狠狠的偷 這裏 他唱的時候 用了少許的技巧 因為他唱的時候 時間再偷就會高一點 狠狠的偷 帶有少許無奈 放下一點 其實這一句就是 為何這些時間過得這麼快 即是很無奈 最後剩下 純相有多少寸內疚 這應該是突顯了很多年輕人 包括我年輕時 有很多時候 爸爸媽媽老的時候 突然間才察覺到 我也算是遲 我去到差不多四十多歲 我才察覺到爸爸媽媽 突然間老得很快 這句代表了 無奈 之前不夠時間陪伴家人 這件事是不對的 接著 去到第三段的歌詞 《事約好晚飯的》 這件事是幾實 可能是黃建民先生 他自己經歷過 又或者他想說給年輕人聽 其實大家都經歷過這些事情 年輕人 應該要好好珍惜 《事約好晚飯的》 記住出現 即是說多點回家 意思是多點回家陪伴父母 誰知拖三數年 遇到多少改變 這件事真的很多人都遇過 因為為什麼 很多人在外面跑的時候 跑一下跑一下 最初都會回到家 但越回就越少 見外面的朋友會多些 更多些 有時如果大家有了雙方的男女朋友 或者組織家庭 就更加少回去探父母 有機會是這樣的 當然不是每個人是這樣的 但大部份人 超過50%都是這樣的 其實這就是幾實 描述現在我們時下的人 經歷過都是 真的會少回家 見父母 說好探望的 記住要快一點 這就是你要珍惜眼前人 珍惜父母 因為他們會老得很快 這就是 其實它有一點點 附和上面 難再兌現 難再兌現 面對幾千種變遷 難再兌現 這件事 難再兌現 其實是很難解釋的 這是一個比較圓的說法 即是說 你在人生裏面 有很多東西 不是等價交換 即是你出去 出去 你忽略了家人 那樣東西 你忽略了就忽略了 那個時間是不會回頭的 這是有些玄機的說法 即是這句歌詞 這句難再兌現 這件事 接著面對幾千種變遷 即是說 其實世事無常 這句其實是解作世事無常 你要很難去挽回時間 其實整句歌詞就是叫你不要浪費太多的時間 在外面多點珍惜一下 在家裡父母的情懷 多點探望 因為他們真的會老得很快 這三段其實就是一個孝順仔的歌詞 真的很多人都面對過 接著是富哥 人間飄浮無可挽留 這些都是差不多的東西 去到這裏 第四句 即是第四段的第四句 時間再偷 狠狠地偷之後 他就加了不同的第五句 怕在日後 留下我一個人飄浮無可挽留 即是說 如果你不珍惜現在的情況 之後你就會後悔 因為之後 父母離開了 就會剩下你一個人 即是就算是有兄弟姊妹 其實你自己也是一個人生存 或者有一個新的家庭 但其實你也是有一種做兒子的孤單 這就是他講了做兒子的孤單 即是說有些事情要珍惜 由頭到尾都在講珍惜 然後奧匯間祈求互碰頭 即是說在後庫裡 很希望去彌補這件事 即是希望可以在另一個空間裡 再重聚 即是譬如下一世再做媽媽的兒子 這首歌挺有思義的 然後你要走 仍然是要走 時間再偷 這裏就是說 即是很無奈 即是一個人 你知道 經歷生老病死是必然的 暫時未有長生不老藥 生死就有命 即是死亡就一定了 他這裏就是說 即是很無奈地 有少少懊悔的情況出現 即是時間真的過得那麼快 即是如果以前陪多些媽媽就好了 他這裏就是隱藏了 所以他在時間再偷這一句 他故意放輕拉得很長 應該說拉長了少少 有少少抒發他自己的情感 其實大家朋友如果唱這首歌 即是模仿的時候 其實都可以滲透一下這種意念 這樣就會唱得好些 接著時間再偷 狠狠地偷 即是這個就是很不憤 即是澳悔得來又很不憤 就在生氣自己 接著最後盛下純償 有多少寸內疚 這個就是突顯了一個抒發 即是他最後都是剩下一些遺憾 在他的心裏面 即是一世的了 這個遺憾 他這首歌 這首歌又不是太悲 又不是太過輕鬆 但有少少悲 又不是太悲 其實這首歌也挺好的 另外一件事就是 因為王傑民他本身喜歡彈結他 喜歡彈結他的人 因為王傑民他通常唱的歌 都是比較鄉村一點 或者小調一點 或者抒情一點 所以他這首歌 都運用起來 都挺輕鬆 聽起來都挺輕鬆 挺輕快 意境都可以 各位朋友 以上就是我對這首歌的見解 未必是代表王傑民先生的見解 但我聽起來 大家不妨嘗試 像他那樣放輕去唱 就抒發一下自己人生的經歷 因為他這首歌裏面講的經歷 其實大部份人都經歷了 你到一定年紀 但如果年輕人未經歷到的話 都不妨想後一點 想後你自己的人生 例如你現在二十歲 你想想十年後的家庭環境會如何 其實這首歌都挺有意思 挺有寓意 年輕人都適合聽 年紀大都適合聽 因為你可以自己唱一下輕快些 抒發一下對父母或離世的朋友 抒發一下這種思念 掛念 這首歌就到此為止 至於關鍵的各樣東西 大家在說明中有連結 關鍵上去分析關鍵的影片 下條影片見 下條影片又講了古卓民和龍亭 先講些時事 因為正在持續時間 下條影片見 Thank you 大家 Bye Bye 做甚麼 吉利